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延昊外线3分命中 回进主队5分 此后广煞连续进攻无果 北控则抓住机会 打出一波9比0的小高潮 领先客队8分 福特森带领广煞连得7分 将比分追上 双方站至18平后 广煞再次打出8比0的小高潮 将分差拉开 首阶战罢 广煞27比21领先6分 第二节比赛 伯洛西斯连续命中3分 广煞37比25领先12分 北控进攻端始终打不开局面 广煞则多点开花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随着福特森带球上篮得手 广煞以47比33领先14分 随后广煞稍有松懈 北控借机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 广煞随即发力 连得8分 重新拉开分差到17分 随着李金孝跳投命中 广煞61比42领先19分 结束上半场比赛 一边再战 胡金秋和孙明辉连续得分 分差来到23分 北控进攻端持续低迷 广煞乘胜追击 随着胡金秋跳投命中 广煞再次打出一波10比0的攻击波 71比42 北控被迫暂停 暂停回来 北控换上全滑班阵容 刘博灌篮得手为北控拿到下半场第一分 此后 广煞继续掌控局势 第三节战霸 广煞89比59领先30分 最后一节 广煞陆续换上替补阵容 但北控的进攻仍不见起色 克队的攻势依旧不依不饶 随着李金龙和赵延昊连续命中刺激三分 广煞打出一波21比6的攻击波 110比65 分差来到45分 比赛随即进入垃圾时间 四节战霸 广煞最终以125比77大胜北控 收过四连胜的同时 也送给对手六连败 比较轻松的一场胜利 因为这个对方伤了几个人缘 确实影响了队里的一个情况吧 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打到这个份上 进行一多半以后 我觉得每个地的伤病会出现一些伤员 那我想就是说 大家都一样尽量去调整吧 自己打的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来讲就是说 因为对方这个几个阻力不在 所以说这个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说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 场面上看得好像是很轻松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做好自己 好 谢谢您的打 大家好 怎么点评今天的这场比赛 今天打的是 上面是还能僵持一下吧 下面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那个外援又是这种状态 是吧 你自己玩的高兴 是吧 球队他也不管怎么说 后来那只能像拳花板打吧 他上去也就这样 所以说今天的表现非常差 今天外援出什么问题了 你们都看到了吗 谢谢长达